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包终于是把这个所有最终的武将的细节敲定了 然后也正式公布了 已经开始正式的预售了 那么在贴吧里也是反响很热烈 大家在讨论这些武将的这个技能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是韩旭在Channel Joey的时候 把这个变包的初稿带回来给大家玩了一下 当时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变包初稿的技能 也有些很多玩家进行了一个吐槽 觉得有这个地方设计了就很不合理 很有bug 然后呢也是拿出去改 然后改来改去呢又说是什么 去年年底会出 又说今年过年会出 都没有出 然后让大家感觉 这个东西可能又遥遥无期的 可能又要太简单的时候 就我在三月份的时候 他现在终于放出了这个正式的内容 可以说也是让我们苦等一场 就是等到了呀 那么由于这个东西是刚刚问世嘛 他现在也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玩过 上线OL跟手遥遥无期 而我现在也没有条件去面杀 所以呢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 通过我的实战来BJ5这样摸清楚 但是呢我还是很关注他的技能 我把这个技能都给看了一遍 确实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呢也是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视频 根本不是一个讲解 而就是纯粹的跟大家一个交流 一个聊聊天的这种目的 我们谈一谈这个便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互相交流一下 看看大家觉得这个对这个标 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毕竟我们前面讲过的诗背篇 他可能上线OL还要157 但是这个武将这个东西 你知道他是能卖钱的 我觉得OL还是很愿意上线这些新武将 比如像这种这种的都是那个 身份局没有的武将可以重新拿出来卖的 这些武将都是可以拿出来赚钱的 所以我觉得OL应该没出过这个机会 有可能我们今年年内 就有机会看到这些武将上线了 所以了解一下他们的技能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了那么废话小说 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的便包 那么九个武将 还是老规矩 卫属无群 每一个势力派两个武将出来 然后再加一个君主武将 对吧 大家可能很早就知道了 很早就知道了 就是便包的话 这个君主和孙权 因此最后一个包 权包的君主就会是曹操 这也比较正常吧 对吧 便就是你看这个三国时期 东吴集团就是很善便 对吧 一会儿跟这个蜀汉结盟 一会儿又去打刘备 一会儿跟他们敌对 一会儿跟曹魏结盟 所以是便来便去 而最后一个拳 这个包给曹操 也是很可以理解 对吧 因为曹操是权力最大的一个人 一直是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安排吧 好的 那么九个武将里面 魏国的是巡忧和便夫人 蜀国是马素和沙摩克 吴国是吕范和灵桶 群雄是佐斯和李觉国斯 军主武将是孙权 那么一个一个来看他们的这个技能 好 第一个武将是巡忧 我们就按位数无巡 这个数据来说好了 巡忧 大家可能第一眼看 这个插画特别的辣眼睛 我也觉得这个插画 确实是实在是让我感觉 无法接受 那么 尤其是你跟那个 《一将神明》里面 那个巡忧的那个插画对比 对吧 那个巡忧捂着脑袋 下围起那个插画 我觉得可能是 《一将神明》系列里面 最精简的插画之一了 这个就是让人 难道是所谓的有勾必活吗 不管了 好的 那技能 奇策 首先它是1.5勾羽 就是所谓的三月匠 然后有一个猪猎密合 是跟巡忧的 这个对于这个 卫国卖血匠来讲 能有猪猎密合的回许 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两个技能 是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第一个奇策 但是有一点点变化 初白技能限一次 你可以将所有的手牌 当任意一张 非夜式技能使用 但是呢 这前面可能都跟我们 身份群这个巡忧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叫做你不能以此法 使用目标数超过X的牌 X为你的手牌数 然后你可变更副将 我们分两个地方说 第一句叫做 你不能以此法使用目标 超过X的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之前就想过 如果把巡忧这个武将 直接照搬到 国战里面 会发现什么的情况 那就其实它每轮都开AOE 那你想想对于这个卫国 如果它每轮放一个AOE 这个效果会有多么的恐怖 本身卫国就是在国战中 已经很强了 你再配上巡忧这个效果 或者每轮放桃圆 你觉得这个还能忍吗 这简直没办法玩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限制我觉得 价格还是挺不错的 对吧 你不能以此法使用 目标超过X的牌 比如说在八人军的时候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没有人死 那你放个南墨入侵 它的目标就是为7 那你就是说 你这上手里有7张牌 那你才能用来放这个7色 那如果你愿意 7了7张牌 放个南墨 那我觉得你也专门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这个应该说 是一个很好的限制 这是第一点 可以说这是有效了 这个缓解了这个巡忧 原来那种可能会出现 很阴霸的状况 那么第二点就是 你可以变更副降 这是变包的一个新概念 我们都知道这个 第一个挥掌包 振包的新概念是振法纪 第二个挥掌包 这个士包的 的那个新概念是移除武将 那么变包的新概念 就是变更副降 什么意思呢 官方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什么叫变更副降 就是如果你变更副降 就是在你的 在剩余武将牌 就是大家没有选的 那些武将牌队里面 从第一张开始 一个一个翻 翻到的第一张 跟你势力一样的 那个武将 就是你要变的那个武将 你不能改 你也没有什么选择 你既然选择了变更副降 那你抽到了那个武将 就一定得给你 哪怕你说 我原来的副降是个曹丕 我现在变副降 就变出来一个脏霸 那没有办法 你只要这个脏霸亮出来了 他是第一个让出来的卫武将 那你就必须选 因为你选择了变更副降 那你这个就 不怎么会投入了 所以这个是有一定的 赌博的因素在里面 如果你本身副降 是个比较弱的 比如你本身副降 就是个脏霸 那你去换 那我觉得我 卫武武将再怎么换 也比脏霸霸强强嘛 那就挺不错的 对不对 再一点就是这个巡忧 这个变更副降 给他一个更多的可能性 因为这个棋色 基本上是每回合都可以发展 相当于你每回合都可以变更副降 如果你觉得这个巡忧这个武将 你不是很需要 那你就可以在选将的时候 就把巡忧摆在副降 那你用一次就给他 就给他那个什么搞没了 对不对 就用一次他就给他变掉 而如果你觉得巡忧这个武将 对你很重要 或者你讲不断的变副降 那你就把巡忧放入主武将 比如说我第一轮 我的副降是个巡忧 对吧 有树莲闭合的效果 树莲闭合效果服装完了 我发一个奇色 然后变个副降 过一会儿变了曹皮过来 挺爽的 然后收了几颗死人牌 然后我说曹皮我用够了 不想用曹皮了 现在人少了 我觉得曹皮没用了 又换一个单挑厉害的 运气好 换了一个真机 那你这局可能就是 特别爽 在不同阶段都变到了 不同的好价 而且呢 而且呢 你的这个操作感特别强 玩起来特别有意思 对吧 好 那么第二个技能 至于 这个我就不想多说了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就是受伤的时候 摩一张牌 展示所有手牌 一次相同 雷元气一张手牌 这个我们之前 大家都比较了解 对吧 就是最弱的 卖血技能之一了 这个卖血技能 属于非常弱的 这个卖血技能 对于熊悠那来讲 因为它的骑色非常强 所以这个技能 更多是一个 补充性质的技能 好 正如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骑色这个技能 限制了它的 AOE和残怨机的能力 那么注意的是 以大劳通常 在一步好开 对吧 如果你有四个卫武的话 以大劳你得七次好 所以一般以大劳也不会用 那么我们这个骑色 一般用来干什么呢 国战里面 肯定输出还是最弱的 对吧 能抢人头 尽量抢人头 所以决斗会很重要 虽然火宫也是那种输出牌 但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你寻忧想去 用火宫骑色 是很蠢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身份局还强用的就是 无中生有和顺手显阳 两张大手一起的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国战中 我们有一个新锦囊 叫做云霄进攻 挺不错的 可以用 但是云霄进攻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 我觉得它的目标 应该是两个 对吧 就是你自己要摸 摸三张牌 对面还摸一张牌 所以云霄进攻东化 可能你得欺两张牌 那欺两张 摸三张 对面还摸一张 和这个无中生有 这个欺一张 摸两张比的话 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对吧 所以呢 还是会 大家到这儿 还是见机性质 但总之 这个文章单挑 肯定还是很强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身份局 这个寻忧 这个文章的单挑实力 肯定是很不错的 那么在国战中 它的存在 势必也会增加 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加入失败篇 那么寻忧的选择就更多了 因为我们知道失败篇 会增加了七大新技能 对吧 你比如说 火烧连营 这种很可怕的技能 如果加入失败 我们加入失败篇的话 它可能会取代决斗 成为我们在单挑中 想输出最常用的技能 然后就是那个 比如说 邪天子以令诸侯 这个文章也是很不错的 邪天子令诸侯 理论上你甚至可以 可以连续动很多轮 对不对 你寻忧的话 每轮都发 到新的回合 又发邪天子令诸侯 然后又可以再动一轮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的棋侧的作用 实际上就本身没有了 这个时候 徐游这个武将 想发挥作用 需要靠你的副将 比如说 我的副将 是一个真机 那我每轮 例如徐游的棋侧 发邪天子令诸侯 我真机每回合 都落很多牌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赚了 这就是 这个一个主要的用途 主要的用途 好 那么徐游常见的组合 我想一下 有哪些可能是这样的 首先 朱雷密合的徐游 肯定是一个 对吧 第一个有朱雷密合 这个很不错的 再一个就是 他卖血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 一写四牌的效果 对吧 因为这个 徐游竟然会把手牌打空 那么打空 可不外卖一下血 正好给徐游的一个 很充足的截命空间 这点还不错 卖一血 摸三张牌 那徐游本身 摸四牌 仅次于郭家 那个一五牌 对吧 此外呢 就是 要说的这两个人 除了这一点以外 除了那个卖血的相性 其余的时候 相性强倒是挺一般的 没有很明显的相性 所以 你可以再考虑 徐游这个武将 朱雷密合 把朱雷密合这个作用 发挥了以后 就把它换掉 说不定活换了更强的 对吧 毕竟魏国比徐游强的武将 还是带有人在的 比如说曹丕啊 李典啊 国家这种都比徐游 可能要强一些 所以如果能换到他们 还是挺不错的 当然了 你要是换到什么 什么脏霸操人这种 也算你自己倒霉 然后此外呢 就是这个 真机巡游和李典巡游 为什么说这两个呢 就是这两个人 尽量会手牌 这个挺多的 这就给了巡游 使用AOE的可能 这种情况实际上 一般蛮少的 就是大家丢个 五六张牌 七八张牌去放AOE 但是如果 比如说 你配了个李典 依然李典本身 有时候牌会很多 爆发过以后 用不出去 第二点 你开个AOE 又可以摸一对牌 那还是挺不错的 此外 如果常常有曹操的话 那你可以大胆的使用AOE 对吧 丢他七张牌 然后全给了曹操 不也是一件美式吗 就跟我们身份局 经典的配合是一样的 那么此外 比较有意思的 一个冷门组合 叫做巡游许楚 你会发现 他裸一 先发裸一 然后决斗 这个命令率相当高 对吧 我们都知道裸一的话 这个决斗是特别赚的 因为决斗这个技能 这个牌啊 是无视距离的 而且你可以找一个 大家一般回合 可能会在残局 会流闪不流沙 所以这个效果 他尽量是个一次性武将 要续爆很多轮 才能发动一次技能 那么巡游许楚呢 就可以每轮都发动了 因为有这个裸 因为他每轮都可以 保证决斗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你觉得许楚没用了 你还可以把这个许楚给换掉 都没问题的 说不定换了一个更好的 三学武将也很赚 所以我觉得巡游许楚 还是个特别 特别好的组合 当然了 你得把巡游放主一下 才能有更好的发挥 好 那么这是巡游 第二个武将 变夫人 他是曹操的妻子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武将 1.5个文宇 也是个三学武将 好我一问 是一个跟曹操主的密合 对吧 那么两个技能 第一个技能叫做晚威 当你因被其他角色 获得或气质 而失去牌时 你可以改为 自己选择失去牌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比如现在一滴血 手里有个 比如说现在这样吧 好 你是个三学武将 手里两个桃子 一个杀 好 现在敌人来顺你了 那这个时候实际上 他很有可能 刷你桃子 你肯定不愿意给他 对吧 那你亮出 那边变夫人 说 发动这个技能 往威 我来自己选择失去牌 我把这个杀给你 你就顺便到桃子了 就像要把这张 key牌给保住了 或者说 你现在一滴血了 手里就一张闪 那个闪很宝贵 现在对面要拆你杀你 那我说 我这个 不让你摸着闪 我让你摸我一张装备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因为是牌 不是手牌嘛 好 第二个技能 叫约解 与你势力相同的角色 那没有说其他 就是可以包括你自己咯 气牌就能开始时 若其本回合未使用牌 指定过其他势力的角色 为目标 这个话说的特别绕 则该角色 本回合手牌上限 等同于其体力上限 这个技能 读起来特别麻烦 实际上说白了 有一点 就是他这个技能 最大的用处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卫谷将经常是一手牌 然后就一滴血 至少被对面贴一个乐 那就很伤 要去对面牌 变夫人呢 他有个技能叫约解 就是比如说国家 一滴血十张牌 被乐了怎么办 一般之后 手里只能留一张牌了 那变夫人在的话 就可以让他手里留三张牌 体力上限吧 就让他能够 回合外对点防御力 不至于那么被动 但是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技能 跟共同特点是什么 他们都是要在 某些比较特殊的情况下 才能够有好发挥的技能 在一般的情况下 他们两个这个技能 是没什么发空间的 所以我说 这个变夫人武将 他是一个355武将 他没有一波爆发能力 没有像什么 这个贾徐啊 袁绍啊 马腾啊 这种一波的爆发能力 没有稳定的收益 比如说周瑜 这种美活能够 英姿 美活多么一张牌 比如真鸡的洛神 这种稳定手也没有 他也没有防御威慑 比如说曹丕 他有威慑能力 别人不敢杀他 比如说这个刘善 他有防御能力 别人杀他很累 他的三点技能都没有 是个355武将 所以这个将应该说 是一个比较弱的武将 他的技能特点 这样我们前面讲的 在某些场合会有奇效 比如说在关键时刻 是不是一个桃子的时候 别人要来拆你 你能保住这个桃子 还有这个约解 关键时刻 敌人6的时候 我都损点牌 但是在整体上 这个技能还是很乏力的 因为他没有稳定的排差能力 在偶尔情况下会有奇效 这个跟谁很像呢 跟我们周氏特别像 你比如周氏 你说哎呀 碰到了那个什么 配上袁绍好强啊 或者这个碰到了庞统 碰到了周泰 特别特别强 或者碰到某些卫国卖血流 把它翻了 再砍得特别特别爽 但是呢 多数情况下 你是没有什么用的 而且你周氏太强 你没有明显的排差 同理这个辩护人士 他没有明显的排差 所以你在打长期 作战中 辩人是一个很弱势的存在 虽然他这里有个重量魅合 但是他唯一的重量魅合 曹操跟他是一个三配四 总理还是很弱 因为三血的曹操 实力实在是太有限了 对吧 而且还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 你发现没有 他是个三血匠 他是一个三不卖 魏国的第三个三不卖出现了 第一个是真机 第二个是邓爱 第三个就是他 倘若他加到国战里面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魏国武将 本身魏国人最擅长的 为什么魏国那么强 他一开团 他就可以直接忙打 这个三不卖 现在有辩夫人在 就更容易三不卖忙的队友了 对吧 邓爱这个武将 虽然是个三不卖 但是他回合外 亮将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真机的话 你杀他 他也是 杀他或者开关键 他也是能亮将的 就拆他顺担 不然他没法亮将和外 所以说 这个就很被动了 他随便配一个 魏国的非卖学武将 那很容易会被 其他魏国人给盲居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魏国真开团了 由于他本身 这个武将没有什么防御力 还很容易 团被脱破狗 因为你魏国其他武将 郭家 曹丕 司马懿 我都不敢砍 这会出来个便服人 那我高兴得不得了 至少有盟军们 就对他一用而上 一人一刀 直接砍死 他没有任何反抗能力 所以说这个武将 如果加入国战 对魏国可以说 我认为 这实力不增 反减 加的不如不佳 对吧 所以大家可能 以后看到这个武将 想多赢的话 可能还是得少选 我觉得这个武将 基本上可以算 这个困战王领 最弱的武将之一了 当然是个人观点 因为我也没有 我自己没有玩过 可能大家上线后 再玩一玩 发现不一样 发现这个武将 很强实现 对吧 那也说不准 对吧 我只是凭我自己的 这个分析判断 我觉得他好像 不是特别强 个人意见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说蜀锅 蜀锅的 第一个武将 马速大家应该 很熟悉的 对吧 这个马速基本上 就是赵班 就是身份局 那个马速 也就是在某一年 被修改过的 那个散摇致蛮的马速 第一个技能散摇 这个大家太熟悉了 我就不念了 第二个技能致蛮 当你去其他截的 战争伤害后 你可以防止此伤害 若如此作 你获得其装备区 或判定局这张牌 到此为止 多个鞋变不变 但是这里有个措辞 然后若该角色 与你的势力相同 则该角色 可以变更其副将 我改一下 好的 它多了一个描述在于 若该角色 与你势力相同 则该角色 可以变更其副将 那么注意的是 这次变的 不是我们自己了 因为我们质蛮 是对其他人用 就是你对 属国人用一个质蛮 那那个属国人 可以变副将 而且是他选择的 比如说你到 放多质蛮以后 他那里会吹一个毒条 问他要不要变副将 所以你这个武将 更多的 这个虽然 质蛮有改动 但是更多的 是为队友服务的 也就是说 你没有队友的时候 你就跟身份女 那个马速差不多 这是我们要说的 虽然他如果有队友的话 这可能会打出 很多花式的小配合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什么 什么关羽张飞 一波爆发 爆发完了以后 张飞没什么用了吧 把张飞换掉 换成了一个什么奖费 开始准备后期单挑 什么的 但是呢 在你没有队友的时候 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 他跟身份局的马速 基本上是相同的 你就增加了一个 让队友 变更复养的能力 那么他的强度 也应该跟身份局差不多 我们知道身份局 这个新马速强不强 不怎么强 差强人意 就是勉强能够 让人满意 还看得过去 不是一个废物 有点用 但是呢 用处实在有限 因为他这个武将 好歹有输出 有比较稳定的排差 对吧 相当于是 比较稳定的一个收益 但是你每活 发动一次扇摇 扇摇就是 气势扎白算容易的伤害 净收益就唯一 三血一收益 实在算不上什么强将 而且他这个技能 是对 体力值最大的角色使用 就是你还 我们国战中 一般需要的是 补刀能力 一个快死 我就补他一刀 把他弄死 你这打 那个体力值最大的人 有什么用 体力值最大了 本身就往往嘲讽最低的 你把回去砍带 他可能还报复 所以这个作用确实有限 倒是致满配合的 他去前妻 在那里混战的时候 去抢装备 让自己控制神装 可能还有一点用 总体让人讲 这个武将就是一个 很一般很一般的武将 很中等平均的武将 就是用处不算太大 但是我们要讲的 第四个武将 沙摩哥 这一股武将 就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我觉得这股武将 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它是个四血武将 技能叫吉利 注意这个字 吉利 当你于一回合内 使用或打出 DX张牌时 你可以摸X张牌 X为你的攻击范围 这个技能特别简单粗暴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攻击范围 是什么多少 比如说现在装备区 有一个青山剑 我早就挂上了 那你本回合 使用了第二张牌的时候 比如说我先出一个沙 再吃一个桃子 那你吃完这个桃子 你就可以摸两张牌 因为桃子 使用了第二张牌 对吧 你的体力值 不是你的攻击范围 因为你装上青山剑 刚好为二 所以吃完桃子 你就可以摸两张牌 那你我们都知道 这个攻击范围 最多可能为几 最多可能为六 对不对 就是你自己装一个麒麟弓 你队友在装一个五六剑 那你攻击范围为六 就是说这个东西 你可能最多摸六什么 其他这是个什么样的效果吧 所以我预测他这个人 如果进入国战以后 那么原来的蜀国双神局面 会变成三巨头 我们到场蜀国最强的哪个武将 一个黄元英 一个黄总 黄元英是蜀国最强的进攻型武将 爆发型武将 张飞海地亚 黄总是蜀国最强的防御武将 宝和武将 武将上的战略意义 非常非常的好 这两个人组合下来 黄元英也是蜀国最强的组合之一了 但沙漠科一来 这两个人的席位 可能就要从此加一个人 三巨头 因为沙漠科这个能力 是蜀国最最最缺乏的能力 就是摸牌能力 蜀国将最不学的 就是那帮菜刀 强命什么 但是很缺摸牌能力 虽然比如甘夫人有摸牌能力 但是这个摸牌能力 是很弱很弱的 虽然蒋飞有摸牌能力 但是蒋飞的 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他这个摸牌 是初牌战争结束摸的 他摸的牌 是不能够马上使用掉的 而且还现在会期待很多 这点 就是因为这点存在 导致奖费 很多时候不是特别强 但是我们沙漠科不一样了 他这个摸的牌 是马上能用的 想想吧 就算他摸的 他是这样的 你的攻击范围越高 那摸的牌就越大 这是没错的 但是另一方面 你的攻击范围越小 那你发动这个技能的品 概率就越高 因为你现在像我们刚才说的 极端情况 你攻击范围越6的话 你一回合想 使用过打数第六张牌 是很难的一般 对吧 你拿那么好的牌 难道骑手都是顺拆无中 什么什么 连弩杀装备这种东西吗 就跟我们说 这郭怀 郭怀这个武将一样 身份区郭怀我们都知道 你这个四血友的郭怀 很难发技能 因为你很难一回合 能够用四张牌 对我们沙漠科来讲也是的 所以更多的情况 这个理解的情况 可能是我装一个 范围为2或3的武器 那我摸两个三张牌 那这个已经是很恐怖了 你想想做一个四血武将 每回合能够摸 稳定的多摸 两张到三张牌 这是个什么样的后果 我没有知道 属国有 属国还真的是不缺那种 用牌能力强的武将 配合上那种武将 它的爆发也很恐怖了 比如说张飞 对吧 张飞这个武将很缺牌 沙漠科出现 正好弥补了这个能力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张飞这个武将用牌能力很 就是一回合很容易用很多牌 对吧 因为他这个杀是无限制出的 所以他很容易实现 这个沙漠科的这个激励的条件 而摸大牌 摸大牌后又可以反过来 继续打咆哮 是一个这样的连锁效应 非常非常的恐怖 基本上真的可以说是 这个一亮将就能够死人 黄而英同理 对不对 黄而英是牌越多 他就越恐怖 有个低下效应 对吧 牌越多减囊越多嘛 那黄而英本身 启动了牌堆的话 第一个减囊用完 很可能摸到第二个减囊 第二个减囊用完就有可能摸到 第三个减囊 好 使用第三个减囊以后 很可能就触发这个激励的 又摸三张牌 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恐怖了 对吧 可以说增加了黄而英的爆发能力 即使是三配四 同样也是很强很强的一个武将 然后就是沃龙和凤楚这两个 为什么说这两个呢 这两个人可能爆发 没前两个人那么强 但是这两个人有一个特别好的能力 跟沙漠科相应特别好 那就是这两个人的用牌能力很强 但很容易实现 很容易满足 使用打出第一几张牌 比如说你沙漠科配一个白板的话 我们说是很难一回合用三四张牌的 但是有沃龙在 几乎一定可以用三四张牌 只要你有三四张牌 对吧 我哪怕最无聊的 我火攻一下 火攻一下 这也很容易四张牌了 对不对 而沃龙本身呢 排多的时候又能干很多事情 他能够硬生成的烧死一些人 如果就是沙漠科在的话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还是 这两个人的配合还是非常好的 一回合这个沃龙可以摇身一变 从原来的一个防御流武将 变成一个很强大的输输流武将 庞洞也是的 庞洞铁色的一环 也是能够给他提供额外的 这个实用牌的机会 对吧 但是要注意的是 这个重铸是不行的 这里说的是实用会打出 重铸是不行的 你拿梅花去连还是不错的 你先想 比如一回合沙扁一刀 穿一个装备 用一个铁锁 这个实现起来不是很难 对不对 尤其是在前击 然后有沙漠科赛的话 你可能又可以摸牌了 摸到牌后又可以去连 或者摸到别的牌 可以再重铸怎么样 在下自己的过牌 总之是一个很恐怖的组合 再加上庞洞本身就是 很强的武将 沙漠科赛这个武将的 唯一的问题在于 可能就是你不是 很容易摸到武器 在前击 因为铁锡你是摸白白 对吧 那的确武器不是说来就来的 但是这是国战 不是身份局 国战的节奏比身份局要慢 你有充足的虚报机会 你完全没有任何必要 前击上降的对吧 你第一轮没有武器 你过三轮总也能摸到武器的吧 而且你前击没有亮将 敌人是不会防着你的 不会说刻意的去拆你的武器 控你的武器怎么样 所以当你需要亮将的时候 往往你的武器已经摸到了 那这个时候 沙漠科就到他的发挥空间了 此外这个武将的单跳能力 应该是很强的对吧 因为他是四血武将啊 又有这么强的摸法能力 单跳的时候 我只需要一把青鲤花剑 或者寒冰剑装着 那我美活哥基本上都能摸到很多牌 美活哥都能使用国外两张摸法 一个四血武将 美活哥多摸两张摸法 现在这个单跳实力是多么的吓人 孙权跟他打都很吃力对吧 而且你一旦摸了更多的牌 你下火鹅就更容易使用国外的牌 因为你摸到的牌 可以进行适量的一个虚报 比如说咱俩装备不装 那下火鹅又能够触发我们的技能 形成一个这样的连锁效应 非常非常的厉害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讲无果 无果的第一个武将叫做 吕范1.5勾玉 这是一个全新的武将 大家看一下技能 第一个技能叫做调度 出发一阶段限一次 所有与你实力相同的角色 可以依次选择一下 1.使用一张装备牌 2.将装备区里的一张牌 一个打错误字 将装备区里的一张牌 移动至另一名 与你实力相同的角色的装备区内 那么大家想想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 第一眼看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它没有稳定的排差同量 它就是使用装备牌 什么意思呢 我本身手里的装备牌 那我用一下 好这个过程中没有产生这个排差 第二个 将装备区一张牌 移动至另一名 与你实力相同的角色装备区内 你可能会说 那这个说 那个高手玩会很厉害 高手会知道 怎么样去移动装备 能够把这个 效果最大化呀 比如说把这个 把握阵移给 那个最需要防御的人 把这个武器 移给最需要防御的人 你说这个技能 很考验队友的智商啊 是一个这个 高级的武将 一定要好好玩 但是你就算 你这个高手 你这个所谓的高手 你的 游戏 你这个排技再强 巧 负难为5米之位 你再强 你这个技能 也就是个 它的杂技属性 是很明显的 除非你有 孙上行 或者我们后面讲的 灵统的队友 不然这个技能 创造不出免眼收益 或者你有白鱼尸死才行 所以这个技能 更多的是个 耍杂技的问题 对吧 而且你哪里 有那么多 无国人可以陪你玩 一般你也就 最多一到两个队友 一到两个队友 还可能 我们起码死一个 对吧 两个人玩个调度 你真正就是耍杂技了 什么用没有 实际上 它的真正 这个武将的排杀 一般来自于 第二个阶段 叫做点裁 其他角色的 除外阶段结束后 若你于此阶段 失去了X张 或更多的排 则你可以将手排 摸至体力上限 若是死做 你可以变负降 X为你的体力值 就是说 比如说你三元降 在某个人为何回合 你失去了三张牌 比如说你运气不好 那个人拿了三张拆 对的你拆 拆了你三张牌 那你回合结束 就可以把手排 摸到体力上限 体力上限 那问题在于 如果我摸到你三张装备呢 我手排没有变 还是三张 那你摸个的 跟没摸一样 比较好的一种情况就是 比如说我手里有 两杀一闪 对吧 在某个人回合内 他开了两个单板 一个万键 我43张牌去哪出去了 那么他回合就是 我又能摸三张牌 那还不错 但是 你会发现 这个技能啊 他的也是 发动频率比较有限的 在你三血的时候 你很难有机会 在一个回合内 一个出牌阶段里面 能读三张牌的 两立血或一立血 一立血的时候 发动频率还是比较高的 比如一血的时候 睡就一张闪 别砍你到 何确是摸一张牌 但你这个一张牌的收益 有限呢 而且当你都掉了一血的时候 那你这个武将 基本上也半死不活了 没什么用了 对吧 所以我建议啊 你发动 有机会发动这个技能 接着把这个武将放副下 早点给他丢了得了 换个新的武将 可能还好一点 所以说第一个技能 他调度过度依赖 孙少江 一代灵桶 一代白银狮子 跟我们身份局 那个孙悠特别像 要说的是 所有需要依靠 别人技能赢的武将 他都不会是强将 真正的强将 我们说 比如说什么 火树讲的 那个什么 一元二甲 三槽逼 四马五点六大师 这些人 都是自己的技能强 对吧 你可能说 马腾这个武将 是队友都越多越强 但问题是 一单马腾 同样是非常非常强的 单马腾 一个熊一 就更恐怖了 鲁肃 你说鲁肃这个人 一定要队友才厉害 但是 他只要队友 就是个人而已 他配个白板 他进入2.2 他也很强 对吧 他是靠自己的技能 本质让赢的 你鲁肃 其实是有队友 你如果没有这三个东西 没有酸上灵桶 或者没有白14的话 那你这个调度 能发到 能产生着实益效果 也非常非常的有限 不是一个强将 而点财呢 虽然能够摸牌 但是他发动机会有限 很少有机会发动 而且发动了以后 效果也有限 摸不了多少张牌 最多补至三张而已 又不是补三张 所以建议这个武将 早用早丢 把它放到副将 有机会发点财 把它丢了得了 换个武将才能好点 他也是个 一来没有输出 没有爆发 二来没有主动的 排杀能力 三来 近似于没有防御的 这么一个 三五武将 比那个变夫人 可能真的 强不到哪里去 虽然说 他的技能 可能变夫人稍微强一点 但是他的国籍 比人家变夫人差 人家变夫人再弱化的是个卫国 还容易混躺赢的 所以这个武将 整体来讲 跟这个变夫人 也就是半斤八点 确实不算很强 那么五国第二个武将 还不错 灵桶 戴亚比较属于这个武将 他在这个国战中 做了一点改动 灵桶两个武将 四续武将 没有问题 树雷美盒甘宁 也没有问题 天下都能想到的 如果给灵桶 搞树雷美盒 肯定是甘宁 对不对 这两个三位演义中 就是原来 说是身手大恨 有杀父之手 后来被孙权和吕蒙 这么一撮合 变成了好绩友 最后 那么第一个技能 不叫旋风了 叫旋律 当你失去装卖区的牌后 你可以弃制 一名其他角色的一张牌 你发现跟身份局 这个有什么不同 身份局是弃制别人两张 现在只能弃一张了 身份局 第二点就是身份局的话 你试弃牌阶段 弃两张牌 也可以拆别人牌 咱们这个国战中 就取消了这个效果 倒也可以理解 不然太强了 对吧 此外给他加了个技能 限定机用进 出牌阶段 你可以移动场 这个移动装备牌 就是类似于张盒的巧遍 移动来移动去 比如说把 叠成装备 移动给你自己 也可以把叠成装备 移动给你队友 也可以说 把你自己的三张装备 全给你队友 然后发动这个旋律 拆别人牌 都可以的 那么 咱们用脚趾头一想 就知道这个武器 一定能耐成 很多很多的经典配合 首先它是个 不错的排杀武器 比较适合活着 国战环境 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得神装以后 才比较厉害 而国战这种 暗降模式 就给了我们很充足的 一个攒装备的 这个机会 对吧 我们前期四月价 慢慢的磨 慢慢的攒 攒到后期 这个装备起来了 有机会我们再晾将 还不错 那个晾将以后 敌人就发现 很难打我们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发动这个限定机的时候 能造成六张排杀 那这个六张排杀的 一波能力还是很强的 对吧 敌人失去三张装备 我方得到三张装备 那六张牌的排杀的话 是一个不错的限定机 你要知道 马腾的这个开大 如果有两个队 有一个队友的话 也大概就六张排杀左右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 此外呢 它配合能力很强 队友 二张旅贩 都能量好的配合 二张不用说了 二张给我们穿衣服 对吧 然后旅贩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它这个调度 让我们把自己装备给别人 那同时还能拆一张牌 形成一个排杀 对吧 跟这些队友 有良好的配合 此外呢 这个永进呢 不一定要把装备给自己 还可以把装备 全给我们的 需要保护的人呢 比如说 给孙上香 多爽 对不对 一个没有装备的孙上香 瞬间变神装 那这个效果就很可怕了 或者给鲁素 装上香一码 装八卦阵 全副武装起来的鲁素 那它就是一个 高达一般的存在 非常非常厉害 对吧 经典配合里面 最厉害的 可能大家肯定想到了 还是这个灵统甘宁 也像 它亮镜的那回合 能做出多大的贡献呢 首先 诸年闭合 能够额外的 魔掌张牌 对吧 然后我们马上翻到永进 我把 敌人的三张黑装备 全移到我们自己过来 我们自己的身上 那不就是 六张牌的白插了吗 加起来八张了 然后 这三张黑装备 我全拿出去拆牌 三张黑装备 能够拆三张牌 然后本身 翻到灵统的 这个旋略的时候 又能额外拆一张牌 相当于每张黑装备 都是一拆二的效果 那么净牌插 又是三张牌插 三个加价 也等于十一张牌插 那就是说 我们 零桶甘宁 双量的内会合 有机会造成 十一点额外收益 这是非常恐怖的数据 而如果我们只算 这个拆千的效果的话 我们是可以拆对方 九张牌的 对吧 就是我们永进 拆了别的三张装备 而同时呢 把这三张黑装备 又当拆 过拆要使用掉了 每一张装备 又要拆别的两张牌 那么下起来就是九张牌 一个敌人 失去九张牌 那可以说 我们可以把两个敌人 同时扒光了 那这个效果就很恐怖了 再加上我们 重点配合本身摸的牌 再进行一波输出 那很容易 一波进入优势 对吧 此外呢 我们发现这个武将 跟孙长江特别特别的像 都是 十一装备 能发动机器技能 所以孙长江那些经典配合 跟我们也有很好的配合 比如说 孙权领统 丁凤旅统 陈武董席领统 全胜领统 这都是一间一到一二的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武将配我们 就没有像配孙长江的时候 而且是一加一加一二的 所以都是属于不差的组合 对吧 此外还要解了 就是香香领统这个组合 你先想 孙长江领统的话 少一个装备 能够干多少时间 摸两张牌 拆别一张牌 这个时候也很恐怖的 对吧 那你可能说了 那这个武将 你怎么保证自己神装呢 很简单 我们有领统 我们利用我们这个锁定 这个限定计 一波能够让孙长江 瞬间神装起来 这种一波进入优势的能力 可以说是不亚于鲁速的 在这个三打二 二打二的时候 经常一波带进优势 是很适合国家这个环境的 所以我觉得 领统这个武将 还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接下来说的 容我喝一口水 这个佐词技能 太麻烦 太麻烦 大家可以慢慢的看一看 好的 这个佐词 一张五狗鱼 三月将 朱丁米河有个鱼籍 也是挺奇怪的 这两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有交集 难道因为他们两个 都是仙人的属性 都是神仙 对吗 好吧 技能化身新生 跟身份局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内容不一样 大家要仔细地读一读 化身 准备阶段开始时 若你的化身不足两张 则你可以光看 剩余武将牌队中的五张牌 然后扣指其中 至多两张武将牌 在你的武将牌旁 称为化身 若化身有两张以上 则你可以用 剩余武将牌队顶的一张牌 替换一张化身 注意这个说的还是在 准备阶段开始时 这个时机 接下来的一句话是 你可以与相应的时机 明智并发动化身的一个技能 技能计算完成后 将该化身放回 剩余武将牌队 就说把它丢了 你每个时机只能发动一张化身的技能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现在既有缩上枪又有灵筒 但是我现在失去的一个装备 这个时机 由于我们缩上枪和灵筒 那个发动技能 缩上枪摩掌张牌 灵筒的气质张牌 这个技能 同一时机 所以你这个时候只能发动一张化身 你要么选择亮缩上枪 消极摩掌张牌 要么选择亮灵筒 旋略 气质一张牌 不能两个斗亮 不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对这个左思特别大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 不能发动 带有技能类型的技能 那就是说 锁令级和限定级这两个技能 是完全不能够发的 那这个对于我们左思的伤害也行 但我们这身份区左思 比如说 化到一个 这个甲许化身 化身到一个徐树 都是挺爽的 因为无言也好 帷幕也好 都是很不错的防御技能 那国战中就都不行了 你像贾雪的这个帷幕 是锁令级 你就不能发动了 而同时贾雪的那个玩杀 也是锁令级 你也不能发动 贾雪的乱舞 是限定级 你也发动不了的 比如说你烧着贾雪 你就是废了这个武将而已 挺不走运的 那么第二个人的新生 这个还好理解 当你受到伤害以后 你可以去从 剩余武将牌队中 扣制一张牌 交入到化身牌中 我想起大家现在 对这个化身这个技能 一定是一头雾水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做了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的第一回合课开始 我就亮将了 那么我就可以看五张 看五张对不对 看五张武将牌 选两张 这是我们这个技能的 第一句描述对吧 看五张选两张 就是说那我们这时候 有几张化身呢 我们有两张化身 只不过这两张化身 是我们所谓的优质化身 为什么呢 它是看五摸二摸出来的 是我们经过了一个 权衡摸出来的化身 所以可以保证 这两张化身 一般质量会比较高 好那么你这一回合课结束以后 就是整个第一轮 大家动 整个第一轮你这个左思都没有发动过化身的技能 也没有受伤 那如果实验的话 到你第二回合开始的时候 你还是有两个化身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在回合开始时 化身不足两张可以发动 发动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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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 两张以上也可以发动巴拉巴拉巴拉 但是唯独没有说 化身叫我两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就是 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你还是那两个化身 好的那么第二回合结束了以后 现在二人动 在这个第二轮中 你发动了一次技能 那你发动了一次技能 叫丢一次化身 根据我们的这个描述 就是这个五将 每个五将都是一次性的 用完了就丢回去 那么如果你没有双张的话 那此时剩几个化身呢 还剩一个化身 好 于是在第三回合开始前 你还有一个化身 那根据我们这个规定 如果你的化身 在准备接下来开始时不足两张 则怎么怎么样 这个时候怎么样了 已经是不足两张了 就有一张化身了 所以你就可以又看五张化身 再摸两张 那等于说 这个回合到你出败阶段的时候 你有三个化身 对吧 你有三个化身了 那这个时候就很不错了 因为这三个化身都是我们所谓的优质化身 因为它是看五摸二摸来的 所以这三个化身可以保证 这两张都还不错 很容易发动技能 好的 那么在第三轮 我发动了一次技能 就掉了一个化身了 但是呢 我又受了两次伤 所以就是丢了一个化身 又摸了两个化身 等于说我现在的化身 反而有四个化身了 对吧 那么带着四个化身 到了第一次后开始 由于四个化身是大于二的 所以那么根据我们的描述 化身数大于二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看一个新武器 然后选择要不要 进一个导断代换 所以发动完 还是我们四个化身 没有有这个新的变化 只不过进行了一个一换一 可能化身质量变高 也可能看到一个很弱的武器 我们就不讲话了 希望我这样的意见 大家可能能够 稍微理解一下 这个左词是什么意思 这我也不敢说 我就是权威的 我只是根据我个人理解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左词 就我感觉平衡多了 如果你看过去年 ChannelJoy那个版本的左词 还是挺像人的那个左词 对吧 一下子跟你化成 两个卫国的两个蜀国的这种 一会儿变成贵宇张飞 一会儿变成什么 什么司马国家 挺讨厌的 这个左词就比较的 平衡了感人感觉 具体分析 由于这句话的限制 不能化锁定机 限定机 导致于 对于我们这个左词 有很多物件 是完全没有用的 比如是贾许 比如马腾 这些人 这个人都是百分之百 没用的 因为他两个技能 都是锁定机和限定机 邓爱 理论上 这个囤田有用 但是这个囤田 你没有集席的话 这个囤田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为什么呢 骑骑也好 资能也好 一个是主将机 一个是副将机 主将副将机 也是属于技能类型的 所以也不能用 只有一个整点 没什么用 张飞的咆哮 本身很厉害 但是由于是锁定机 也不能用 后面我们要讲到 这个李觉国斯 他的技能是一个限定机 也不能用 此外可能还有很多物件 也不能用 不过我看T8有人研究过 说是无国物件 全都可以用 挺有意思的 无国没有任何一个 费养子的左词之类 好 那么这个左词的话 它的发挥方差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在国战中 它的嘲讽又很高 这个想到我没有想 对吧 这个嘲讽肯定是很高 它的稳定性 是不如身份去左词的 我们知道身份去左词 可能前期方长很难 但是一到后期 一定是越来越强的 尤其是你攒了个 十个化身以后 想不来好将都难 而这个左词不一样 你哪怕前面化到好将 可能后面就没了 因为你用了一次 再好的武将 你用一次就要丢掉 对吧 所以这个不可控性 就高于身份 这个稳定性 就不如身份去了 但同时在身份局中 你对付左词 你可以不打他 对不对 你不打他 他就没有办法 稍息化身 他就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强的 但是这个左词不一样 你不打他 他可以自己去换化身 没有回合时 你可能现在看他化身很弱 但是他化身 马上一会儿 现在可能是个什么 什么假许 话都话不出来 待会儿他又变成张疗了 你都说不准的 待会儿又变成鲁素了 所以不可控性 是越来越好 身份去左词 但正因为你这个不可控性 你就是个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会爆发 所以敌人就会更防着你 对吧 毕竟你演发动左词的 进程度有点亮将 所以很有可能会被 对押优先机会打人 但不过怎么样 这个左词倒是很突出 变毛的这个骗子 确实是千变万化的一个武将 这个插画 在一看感觉质量还挺高的 有意思 接下来的武将 是我又很推崇的武将 我觉得这个武将特别厉害 而且特别特别 符合群雄的定位 李爵&郭四 两个欧又是一个群雄的双作武将 就是说他们跟 野兰威首组合起来的 就是四人武将 特别有意思 注意他有朱雷蜜合 贾许 很可败 我们都知道贾许是个武将武将 给他加一个朱雷蜜合 那就更强了 对吧 我们后面再讲 唯一一个技能是个损定剑 叫做凶算 限定剑 说错了限定剑 出牌阶段 你可以弃制一张手牌 并选择与你势力相同的一名角色 对其造成一点伤害 然后 你摸三张牌 若该角色有已发动过的限定剑 则你选择起一个限定剑 此回合结束后 视为该限定剑 未发动 相当于一个时间重置 的效果 那么 等一下稍微想 就可以想象出 有什么恐怖的效果了 对吧 比如说 我有个队友是马腾 开我大了 我让他发 我对他发动一次技能以后 他下回合又能开一次大 那这个人还吓人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武将 是群雄的又一颗原子弹 因为 抛开他这个 跟队友配合的效果不说 他本身是弃一张手牌 选择一张鞋子 扣你队友一粒血 然后怎么样 然后 自己摸三张牌 对不对 自己摸三张牌 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的 可怕了 因为我们知道 马腾这个武将为什么强 就在于他这个 自己的为何能够 突然下摸三张牌 形成一个很强的爆发 而我们的李觉波斯 现在来 也可以说到这一点 虽然他要弃一张牌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这个 薛弱白的黄盖的苦 薛弱白的苦肉 对吧 自己弃一张摸三张牌 如果是对自己使用的话 但是 由于你这个技能是限定性 所以如果你对自己使用的话 对自己使用的话 回合之后 这个技能又会变成 又被归零 所以说下回合还是可以再用 等于说 如果你一想对自己使用的话 这个技能实际上 这就不是一个限定性了 你可以把它限定性 三个字去掉 更加大约就是个 每回合能发动一次的苦肉 卖血摸牌 本身 这个事情可能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卵用 但是一旦配合到天烟 能用牌的队友 它就很恐怖了 此外呢 他对队友用的话 那队友这个马腾 贾许 毫无疑问 是能新疆恐怖的效果的 这两个武将为什么强 主要就是他们的限定性 特别特别厉害 对吧 贾许乱五一次 地球有三等 他乱五两次呢 那真的是想不死都难的 而马腾 乱一次 发动一次雄翼 瞿雄每个手里就三张牌了 再发动一次 可能瞿雄每个的牌 都要满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 李绝郭斯这个武将 在循秀是很有钱的 具体看这个组合的话 第一个 毫无忧想到的是 这个朱莲密合 你想想 朱莲密合 没两张牌 凶算有那么三张牌 那就是五张额外的过牌 进手 进手也是四张牌 对吧 因为你系列一张牌 但是过牌的上来 假计是五张过牌 相当于是个 家乡版的贾许马当 贾许马当 我们都知道 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他就是 能够多么三张牌的贾许 他就变成了 很强的武将 那如果能 多么五张牌的贾许 你想想 那得多恐怖啊 而此外 你如果对自己 使用这个凶算的话 你可以考虑 重置这个乱舞 那我贾许 还能乱舞两轮 那这个效果就更恐怖了 我想都不需要我多讲 对不对 同理 我如果选择一个 李郭马腾 我自己就是马腾 那么我对我自己 发动一次凶算 你看我这个哥哥 我先发动一次马腾 我自己摸了三张牌 对我摸了三张牌 再对我自己 发一次凶算 我自己又摸了三张牌 你摸六张牌 也能干很多事情吧 此外 我再重置了一下 我的这个凶算 于是下回合 我又发动一次马腾的技能 重置了我马腾的熊翼 那我下回合又发动一次熊翼 又是我和我的队友 各摸三张牌 那这个效果就是 群庸还真的要慢转了 群庸就是 完全不知道怎么输了 本身马腾发动一次技能 就也很恐怖了 还发动了两次 这还要人活吗 不要人玩了呀 对不对 那么此外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技能是很好的 取牌转化技能 能够给我们自己 补充大量的手牌 那么群庸 需要手牌的武器 多得不得了 袁绍 阎亮文丑 那基本上就是 每轮都有爆发的 李觉国斯配上大嘴的话 就有点类似于 他配上大嘴配戏 双头的效果 但是 配双头 配阎文 因为这里不能讲双头了 我们这个武器也是个双头 对吧 有点类似于 袁绍跟阎亮文丑的 这个组合 但显然我们这个组合 自由度更高 对不对 我不需要开局就双链 我不需要上来就 我可以开始双链 我完全可以在 回合过程中 我这轮开了几个武器 觉得有机会 发爆发了 我就发动一次 而且 诸天闭合的话 也就一次 而这个李觉国斯元绍 可以每回都发自这个技能 每回都让元绍爆发 这个很恐怖 但是实际上元绍 如果爆了一轮 一般就没有第二轮了 因为一般局面赢 被他打下来的 对吧 那我们拍上 阎亮文丑呢 那个所谓的四人组合 李觉国斯阎亮文丑 那这个组合 也是很恐怖的 对吧 我们都知道双头马 这个技能为什么厉害 这个组合很厉害的 阎亮文丑 我拍上马腾 一波爆发很强 那我拍上李觉国斯呢 我每轮都爆发 而且对于 阎亮文丑来讲 他手里一定会有一张废牌 对吧 比如说我拍了一张红 那么黑白是会决定 那么手里至少还有一张红 那我李觉国斯 完全可以把这张红给丢掉 对自己发动凶算 再磨三张板 那这个效果就跟马腾 实际上一模一样 不同的是 马腾他只能搞一轮 我们李觉国斯 和阎亮文丑 这个组合可以每轮都发动 所以这个爆发能力 是很恐怖很恐怖的 此外呢 有限定级的群武将 都适合跟董卓打配合 对吧 可以把董卓放主武将 那限定级我用完就撕掉了 比如说我这个凶算 不对自己发了 我对我队友发 让队友的马腾 待会再发动一次 那么我这个 亮了董卓以后 我这个李觉国斯 我觉得没有用了 丢掉 对吧 而此外呢 我们有说董卓这个武将 是不怕掉血的 所以也是跟李觉国斯 有个很好的相性 除了他能够存牌 那李觉国斯摸了很多牌 能够存下来 也是跟董卓 有个很好的相性的 另外还要讲 一个很有意思 就是李觉国斯画头 我脑杀了一下 发现这个好厉害 为什么呢 李觉国斯这个技能 唯一的副作用 就是他自己 他如果对自己用的话 要扣一点血 但是画头 就完美规避了这个作用 扣了一滴血 我身后给我青囊 对吗 青囊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想 这个画头 如果有青囊的话 价大于是一个 会青囊黄盖 是个什么效果 那每回合 都是多摸两张牌 那这个无论是单挑 还是团战 都很恐怖的 一个战斗主 比前方画头 可能还要强 对吧 团战就不用 团战的话 自然是很强的 单挑的话 也是很恐怖的 你心想 画头本身单挑就不弱 画头唯一的缺点在于 他这个武将 今天如果不砍我 仰着我 那我这个技能 就翻不出来 就没什么用 对不对 那我现在可以 主动砍自己 把我画头的血 换上了牌 而画头的血本身就不宝贵 所以那这个效果 也很恐怖了 三血武将 每回合外摸两张牌 这个单枪能力是爆炸的 更加害 还有画头本身的 这个急救青囊在里面 防御力也很强 所以李绝博斯这个武将 一来他的高爆发手劲 很符合群雄的一贯作风 此外呢 群雄对五重游游 太多太多 能在那形成 两好配合的武将 所以我觉得这个武将 以后会是一个 非常非常厉害的家伙 好 我们这期主要就是 讲这几个人 后面还有个君主孙权实际上 但是这个君主武将 我觉得刘备和张角 上线的遥遥无期 这个武将估计 也不会上线OL的 所以我们简单上线就完了 大家熟一下技能 两个欧羽 还是四月武将 然后慢慢这个 忠练闭合不用说了 就是君主武将 都是跟他本事的 所有人都有忠练闭合效果的 第一个竟能 君主武器加合 只要此武将 持续明正状态 你便拥有原将放火图 我们后面再讲 什么叫放火图 第二个竟能脸姿 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可以七十一张手牌 然后亮珠排出顶的X张牌 X为无视力决策 装备区里的牌 和风火的总和 然后呢 你获得其中 所有与你七十牌 类别相同的牌 将其余的牌 吃出去排堆 若一次获得的牌 超过三张 使你失去技能脸姿 并获得技能制衡 我们发现没有BGM了 我稍微那一想一想 好了 我们继续 所以就是说 我们这个技能的话 有几点要说的 这个风火 是跟我们云家风火 都有关的 后面他们看到 此外亮珠X张牌 X为无视力装备区里的牌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武将也是个这种 跟前面几个军主特别像 就是你得有很多队友 你才会很强 对吧 如果你一个人的话 才能就没那么高了 不过这个技能 是个很强的过牌的技能 我觉得 此外 如果你一次获得牌 超过三张 那你失去脸姿 获得制衡 注意这个制衡 是国战制衡 不是身份制衡 就是说这个制衡 是有体力上限限制的 第三个技能 聚宝 锁定计 你装备区里的宝物牌 不能被其他角色获得 其实就这样开始 是厂商和切牌一堆 有定蓝叶明珠 则你摸一张牌 然后获得装备区里 有定蓝叶明珠 角色的一张牌 注意 这是个锁定计 定蓝叶明珠 定蓝叶明珠 就是一个新装备 我们后面讲到 就是说 这个技能 是你必须发动的 只要这个玩意 进入切牌堆后 你每合必须逼越一次 没有办法 说说 想不摸的不行 如果有一个人 有定蓝叶明珠的话 你当然可以 把他这个 夜明珠 抢过来给你自己用 你也可以不抢 这个夜明珠 就每合摸他一张牌 恶心他 也是可以 那如果你自己装了夜明珠呢 根据这个描述 那你也得摸你自己一张牌 自己摸自己一张手牌 就跟没摸一样 但是你自己摸 自己装备牌 可以把我自己的 这个武器收回来 理论也是可以的 对吧 那么什么叫做 这个烽火图呢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挺帅的 这个图片 每名无势力角色的出牌 就来现一次 该角色可以将一张装备牌 置于烽火图上 成为烽火 注意是装备牌放上去 那就是说 苏让香放上去的话 又可以摸两张牌了 林董放上去的话 又可以拆遍一张牌了 然后根据烽火的数量 所有无势力角色 可与其准备阶段开始时 选择 披护的其中一个技能 直到合格结束 一张以上英姿 两张以上号势 三张以上射链 四张以上夺势 五张以上 我要选择一下 这不就是东吴四大独独吗 对吧 前线总指 为了四个周瑜 鲁肃 吕蒙 陆逊的技能 注意这个射链 可能很多人都不熟悉了 射链是神吕蒙的技能 夺势就是不用说了 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国债陆逊的技能 但是这里有点疑惑 它确定是以上 那如果按照以上的描述 就是说 一个烽火是没有用的 两个风火才能发英姿 三个风火发好事 对吧 因为英姿这个技能 我觉得还蛮靠谱的 如果每个五国人 都有英姿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强了 还是挺不错的 那么第三点 锁定计 限制这个武将的 当你受到杀货 减当牌 遭到伤害后 你将一张风火 吃出气排堆 那注意这个是你 你是谁啊 你就自然指的是 那个君主孙权了 只有孙权受伤害 才能够 大家可以拆掉的风火 如果说其他五国人受伤害 这个风火是不会掉的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五国人越多 风火就越容易攒 每个出败就能限一次 风火攒得越多 那这个五国人越厉害 对吧 但问题在于 比如说我如果 唯一一个孙权 我是唯一的一个五国人 怎么办 那我这一回合攒到风火 我下回合开始 才能实现出到的效果 所以它有个延时效应 这个效应在国战中 有可能是很致命的 比如说你孙权 傻乎乎的放个装备上去 然后我给他砍了一刀 那个风火又没了 那你这个装备就浪费了 没有实现任何收益 所以呢 这个五将啊 我们后面再说 锁令计 定来月明珠 你是不是拥有技能制衡 这个实际还蛮简单的 这个描述 如果你拥有制衡 则改为取消这个 七白试入的限制 原来我们说国战的制衡 就是你得气的牌 不能超过你 体力上限 对吧 改掉限制以后 那就是跟身份群 这个制衡一样了 想气多少张 比如说你这个 居住顺权 获得制衡以后 配合了吕蒙这个五将 那你现在理论上 就可以制衡二十 让你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个宝物牌啊 就是跟玉玺 目榴榴马是一个性质 这个东西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你如果想 没有君主孙权的话 这个牌价进去的话 你现在其他五将 拿这个夜明珠做爽 比如说黄尔英 拿这个夜明珠 制衡一下 又能过三浪牌 可能干出很多事情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我来稍微回归 这个君主孙权 这个五将啊 根据我个人的这个理解 我觉得他还是一个 跟前面的张角这种 居住特别像 就是队友越多 越厉害 问题是国战中 哪来给你那么多队友 本身五国又不是一个 大家特别喜欢选的国家 你很难保证是一个大五 而且你如果是个大五国的话 你会被爹 可能在你成型之间 就被别人针对了 因为我们会发现 孙权这些技能 都是很需要时间攒的 他虽然在大五国的时候 这个技能会非常非常的恐怖 但是他本质上 并没有改变五国的弱点 两大弱点 第一点防御差 第二点 虽然排差大 但是没有及时 把排差转化成血差 把排差转化成伤害的气能 君主孙权 只是把五国原有的优点放大了 但是并没有解决 原来五国的这个缺点 所以说他 即使进入了国战 很有可能 一辆将 就会被其他人打死 因为我们有君主规定 君主武将是必于守核和量将的 对吧 所以这个武将 真正的实力 我们可能还要慢慢的 有待于实验的检验 好了 那本期这个 这个说了好多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 再次